最近呢薩克好像挺歐的 所以呢我覺得這一次的霞光池應該是不會太歐吧 看一下什麼東西 Oh my Oh my Oh my god 哈囉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好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薩克的幫助人事務 又到了大家最期待的大爆抽的環節了 那上次影片已經介紹過 霞光其實是一隻比較沒那麼必要的角色 對當然啦 就是如果你想要讓霓炎發揮到百分之超過100% 超過100%的實力的話 那你還是必須要有霞光的 因為霞光的1號天賦呢 真的跟霓炎2號的那個炎崩水 非常非常的適合啊 那假如你是資源不足的玩家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把資源存到下一次的霓炎池 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畢竟霓炎是基石幹員嘛 而且你搞不好也有機會晒到霓蝶箱 因為畢竟霓箱是限定的幹員 好那不管為什麼我要抽霞光的 很簡單因為他香好不好 因為馬娘馬娘就是香好不好 OK那這次我們沒有課金喔 對我們是用上次換的黃票 所以算是無課吧 對算是無課40連抽 對我總共 對有3張10抽券跟 對可以再抽一次10抽 那這樣總共是40連抽 好啦OK那我們來抽抽看吧 對那對喔 那我們的目標嘛對不對 我們目標其實是炮炮 看可不可以在40連抽 把炮炮給滿淺喔 對就是 因為我覺得4星好像 指令4星好像比5、6星還要難抽 那這次有加倍白金喔 所以其實我的白金如果這次有賽中的話 應該就可以滿淺能的 那我之後就可以用白金了 其實我對潛能還滿挑剔的啦 對如果看到那種就是有倍率的技能 如果有那種加攻擊的白質啊 或是有加天賦的傷害的話 對我就是會很要求說一定要滿錢 好OK那第一連抽 對第一次10連抽 我們來看一下會出現什麼東西喔 對第一次10連抽呢 通常應該都不太會太好運啦 最近呢薩克好像挺歐的啊 對所以呢我覺得這一次的霞光池 應該是不會太歐吧 看一下什麼東西 OH MY OH MY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出現了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東西 好梅劍聖 等梅劍聖已經很多隻了 不要再來了 別不要再來了 哇塞 哇塞 新玩具欸 這次我沒有欸 哇蜜蜡很有趣欸 真的我覺得蜜蜡是個非常有趣的角色 他跟伯律一樣好玩 真的 這次我應該會開發一下 對非常的好玩 OK 哇這是什麼 炎龍 啊 我覺得炎龍就是 欸你不要再來了 拜託你不要再來了 欸 欸不要夜焰啊 我要泡泡啊 欸說好的泡泡勒 我有時候覺得四星占20%喔 其實比那個 對比五星跟六星都還蠻熟 對這個時候 泡泡 泡泡 給我泡泡 給我泡泡 泡泡 泡泡 這麼多這麼多四星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是什麼呢 哇靠居然是 喔居然是男人 居然是母胎 好啦這個歪的有一點點 對有一點點 對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不太假的 沒關係啦那是第一次時間抽好對不對 欸我怎樣 那是男人之手發揮是不是啊 哇靠 就是六星也是男生 喔五星也是男人 對說好的白金呢 對說好的白金呢 啊各刀 啊OK 哇 這一抽呢還不錯 雖然 好啦有一個新玩具啦 對蜜蠟 那蜜蠟我個人是 蠻喜歡的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五星幹員 對有機會的話來開招一下 好 那我們第一次時間抽被集成了 對就是被 被男人集成啦 而且沒有半隻泡泡啊 對感覺不是很好的節奏 我們來看第二次時間抽會出現什麼東西 對果然啊 我覺得沒有投資的話 就不用期待太多啊 真的 幫周一隻倆都是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什麼東西 我們拉 我們拉 哎 泡泡 這個就這個就是沒有 沒有太多的奢求 就是我們就賭泡泡 泡泡出現 泡泡 我靠媽 沒有沒有半隻泡泡 我的老天啊 我要這新角色有這麼困難嗎 真的是 哇 我的歐氣沒了 對 果然 上次那個彩彩跟那個什麼 對那個429 對 我的歐氣已經用彎了 真的 完蛋了 我有點擔心這次國際服務業中的採用六號會不會被集成 對 有點擔心啊 好 第三次時間抽 來看一下我出現什麼東西 OK 慢慢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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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光 火光 噢 噴出來 噴出來噴出來噴出來 對 不蛇球 哇沒有五星 哇 居然沒有五星耶 各位 哎呀各位我們來賭一下 這一次六星會不會歪掉 我覺得應該是蠻高機率的歪掉 因為剛剛出現那個母胎 母胎 而且各種歪之前的老面孔 我覺得這一次應該是 我覺得這次應該是不太行 我們做人要 對我們做人要怎麼講 就是不能抱太高的期望 對對對 沒有沒有期待沒有傷害 雖然說我國際服那時候抽瑪莉亞靈光的時候 他還蠻給力的 也差不多在這個三四十年抽的時候就出現了 對不過我覺得台服跟國際服的運氣是分開來的 你知道嗎各位 哇靠 我記得我那時候他抽瑪莉亞靈光國際服的時候 前面把三十年抽都有泡泡 那這次居然連半隻泡泡都沒有 泡泡 唉唷有啦有泡泡啦 可是 我覺得四星 四星幹員如果你真的要用的話 基本上我會建議都是要前能要好一點 因為四星幹員本身就已經白質 白質就已經有跟五六星幹員有落差了 如果你再不用前能阿去提升他的一些 什麼天賦阿 Costdown阿之類的話 我覺得其實是很難跟五六星幹員抗敵的啦 你是誰呢 我操 欸我 欸我 你知道嗎這已經是我第 第二次被小莫GANK了 這也是我第二次被小莫GANK了 沒有 之前都是小火龍 現在換小莫 這是很悲劇 哇靠 這是太悲劇了 欸太悲劇了 這真的是歪到沒有天理阿 好啦 不管不管不管 好啦最後一隻時間抽 對我們就是佛系阿好不好 就是佛系阿 對就是佛系阿 哇居然只有一隻泡泡 哇然後也沒有半隻霞光 我覺得這次時間抽 這次的四十年抽是挺失敗的阿 來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哎呀這是五星 我沒有聽到那個熟悉的音樂 好啦這五星阿我們來看一下就是白金喔 欸如果有一隻白金的話 我的白金就可以蠻淺了 OK 我的白金應該就可以蠻淺了 泡泡 我老天阿現在要個新玩具都好困難喔 OK是白金 太好了我白金可以蠻淺了 太好了 OK我可以很放線去玩白金阿 欸不好意思我又有強迫症阿 我覺得他既然有加攻擊面板阿 又有加天賦的增強能力 我是覺得說要嘛就直接蠻淺 因為已經不一定不是六星阿 五星我覺得蠻淺了 要求蠻淺的不過分吧 對不對 啊剩海色 流星 哇靠要個泡泡我困難喔 我老天阿 哇各位沒有歐氣啦 對歐氣弄完啦 台北劇了各位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對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白金 是不是真的如願蠻淺的喔 因為我白金到現在都沒有動 白金呢算是我最少抽到第一隻五星 但是我知道 我這個強迫症一發作 喔我的小莫有三淺了 喔老天阿 我還給他買那麼漂亮的時裝 是不是在暗示我說要來練一下 對來練一下小莫了 可是小莫有點尷尬欸 欸我的白金不是要蠻淺能的嗎 哇靠 哇那那我家白金是不是又要放著了 哇有點難過耶 怎麼辦我送上人 送上人的淺能都跟白金一樣高了 Oh my god 哇好悲劇喔 欸我覺得這次的抽獎根本就是個tragedy阿 根本就是個大悲劇阿 哇 太難過了各位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綠票可以換多少張 按下去 哇賽 好啦看來是沒忘了各位 對沒有忘了 好啦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瑪莉亞靈光的報抽影片喔 對就是算是比較沒有投資任何成本下去的報抽影片喔 那對阿可遇不可求阿 但是我覺得 對泡泡沒有蠻潛能喔 對甚至連一個半個潛能都沒有增加到 讓我有點傷心啦 對阿好沒關係 沒事沒事沒事 我們這個我們做人不能太貪心阿 好啦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Bye by bwd6